彰化福星东区福伦社连续七年举办意卖活动 今年特别邀请到了直播主 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公益直播意卖 而意卖的项目从生活用品到家具服饰都有 其中还包括了一辆二手宾饰车 以及市价破千万的透天错都成为意卖的主角 一个晚上下来 二手宾饰车最高拍到了100万元 而透天错则飙到了1025万元 那么意卖所得也将全数捐给彰化在地的社福机构 直播主开直播 不只卖家具食品生活用品美妆服饰 就能二手宾饰车到价值千万的透天错 通通卖起来 来啦三分钟啦 88万起标啦 最高价得标啦 好不好 来啦时间 走起 五年车的二手宾饰市市价130万88万起标 再来两楼半的透天错起标价卖888万 吸引不少观看直播的民众行动下标 888万起标 最高价得标 真的有兴趣你再标 值价格怎么会这么吸引人 原来这是彰化福星东区福人社 连续七年举办的义卖活动 今年以直播方式义卖还加码 宾室车和透天错 吸人气 更吸眼球 宾室车的CP值还很高 又没有什么消磨 响应这次的活动 买你需要的房子 公司还提供捐款20万 义卖活动在直播主的三寸不烂之舌 募款金额破百万 形容二手宾市最高派到100万元 透天错则是喊出超过时标到1020万 建商以工议价958万成交 义卖所得要来帮助彰化线观怀据点 福伦之子夜光天使等机构 帮助社会弱势走出困境 接着到我们正话 看不懂